不是他来变形是老子来变形 我都想人家从闪上跳下去 大山的子孙 他谁唱的 他是变形记里最有钱的主人公之一 出手阔绰 仅单一顿饭就是上千元 他对爸爸百般示好 只因爸爸是他的提款机 父子二人之间只谈钱 不谈感情 无奈被妈妈送去大山改造 父子二人却直接把艰苦生活 裹成了喜剧 他叫装钱 最大的爱好就是花钱 所有东西必须是最新款 因为这是面子 对于自己的爸爸 他是这么定义 对于他所有是好 都是明码标价 除此之外 装钱极其冷漠 父子二人从未在一起待 超过一小时 而装爸平常忙于工作 对于孩子只知道给钱 二人关系越来越疏远 无奈之下 妈妈只能把爷俩送去大山一起生活 希望关系有所改善 刚到山脚检查行李 装钱就开始坑爹 烟和茶叶不让他带 不让他带 不给我们钱有点过分吗 特别过分 我们留一点吗 手机可以给他收 您的手机怎么不收 您的手机也是需要收的 哈哈哈哈哈哈 当通过检查 装爸这张嘴就开始疯狂吐槽 你要听你妈的话 给咱俩上这点山口的去 等着就不来了 你看你不想来我更不想来 妈问你受我这个羊嘴 都是你造诣 你看你没变形我变形了 装爸估计比儿子 更想赶紧结束变形吧 三个小时后 装爸终于坚持不住了 装钱健壮 决定独自上山喊人帮忙 等了许久都没看到儿子回来 装爸的嘴又开始吐槽了 妈跑都没用 还说去找人 妈害老爹 装钱 装钱 不是他来变形 是老子来变形 我都想人家从山上跳下去 阿山的子孙 看谁唱的 经过几番挣扎 两人终于在晚上赶到了家中 疲变的他们一心只想睡觉 意外却突然发生 我刚才一脚踏上去 把我自己的心 真的吓死了 吓死了 吓死了 救命啊 这对父子 真的是来山村改造 不是来山村搞笑的吗 好像充断的 一切都会被你带过来 那是两个人的 那是三个人的